2005年邪恶力量横空出世 不知不觉 温家双煞已经陪观众走过了15个年头 我从小学生长成了抓阿姨 而邪恶力量这部史上最常数美剧 也终于迎来了最终极 我们从2018年开始解说这部美剧 这个坑终于将要填完了 不论是追原剧 还是这样看解说版 15G一起走来 邪恶力量带给我们最珍贵的 是那种陪伴的感觉 你想到大丁三米小卡 王后的人生要各自打怪了 还蛮舍不得的呢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我会把这15G的视频 以G为单位做成合集再发一次 整个系列的解说跨度三年 所以质量上面稍微有点不一 希望新入坑的小伙伴们见谅哦 稀里里 我是专马 这次我瓦了一个无敌巨坑 给大家讲个温家双煞 打怪升级找爸爸的故事 邪恶力量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温彻斯特家有温爹 温哥大丁和温帝三米 三个人20年以来的生活 都是依靠造假身份 刷假信用卡 掩护他们打怪灭鬼的本质工作 业界人称鬼怪猎人 而我们的温家兄弟俩 因为走到哪都像柯南那样 自带吸引暗箭技能 又被戏称温家双煞 温店有一个小本本 专业记录各种鬼怪的特征和弱点 堪称鬼怪界百科全书 我们将会通过小本本 慢慢了解剧中的各种鬼怪 本来想多集合并来讲的 介于每集故事都较为独立 有不同鬼怪出现 有点舍不得删减 第一集我还是选择了分级来讲 我会尽量日更大家放心吃瓜吧 话说这部剧已经出到13季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一定要疯狂按赞 鼓励我坚持划下去咯 第一集第一集 要说温家是鬼怪猎人世家也不对 二十多年前 他们也就是普通的美国一家人 哪知天有不测分明 人有胆息祸福 小三米刚出生没多久 温妈妈却被出现在 小三米婴儿房内的神秘黑影杀害 不但被反科学的钉在天花板上 还被一股邪了门的熊熊大火烧死 温爹目睹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幕 只能带着4岁的大丁和刚出生的小三米 把信仰从相信科学变成走近科学 咳咳不是 应该是变成相信这世界有鬼怪不可学 为了给温妈妈报仇 走上了救人命 脸杀鬼怪 顺便刷假信用卡解决温宝问题的 鬼怪猎人之路 二十多年过去了 温爹和大丁还算曾经享受过正常的生活 可怜的小三米那是每天都生活在鬼怪环绕 时刻拿枪秃秃和拿刀砍怪的日子里 三米必然不干 两年前迅速和老爹老哥拆活 如今凭借自己超高的智商 考上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预科 只等面试通过就是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啦 过正常的生活自然是上学 教女友毕业上班 娶妻生子然后劳死 三米上了学 下一步自然就是教了女友 天命日子没过多久 刚在万圣节和女友为爱鼓掌结束的三米 就被大丁闯入了家门 温爹出门狩猎失踪了 大丁没办法一个人找温爹 就希望离开他们两年的叛逆小子三米 能够有点亲情陪自己去找人 三米抱怨了一通温爹不人道的带孩子方式 最后还是败在大丁小鹿翻鼻眼的祈求之下 留下女友独自在家 温爹只留给兄弟俩一段留言 以及狩猎对象所在地 狩猎地点是在加州节里科城外的百周年纪念公路 这段公路在过去的20年中有10起车主失踪 车子却留在路上的灵异事故 温爹的留言让大丁注意危险 大丁从留言中提取出女人的诡异声音 这一晚一个炮灰小哥在百周年纪念公路上开车 挂掉女友电话时 看见路边有个美貌如花 长腿大胸的白衣服小姐姐 心愿一码之下 想送她回家 顺便看看自己有没有艳浮 结果发现小姐姐家住破败荒芜 这不是遇鬼的纪念套路吗 炮灰小哥立刻开车逃跑 白衣小姐姐哪会轻易放过她 压紧了老娘的套路还想跑 不该吧 碎仔 炮灰小哥game over 第二天一早 大丁和三米在加油站修整 兄弟俩日常互黑 三米嘲笑大丁 在车上听得隔太老土 自己的品位比大丁好 大丁表示 分太大你说啥 两人随后经过昨晚炮灰小哥扑街的地方 冒充FBI混进现场套取情报 依旧是男人失踪 车子留在原地的灵异事故 调查完毕的温家双煞迅速离开现场 老练的避开真正的FBI探员 兄弟俩到城里 从炮灰小哥的女友朋友口中 得知这个小城公路有个传说 话说20年前 有个小姐姐在公路上被谋杀 从此以后 只要在这段公路上大载小姐姐 车主就会消失 永远不见 大丁搜索小姐姐在公路被杀的新闻 却没有任何结果 三米看不过大丁的搜索方式 抢过电脑使用权 搜索小姐姐自杀的新闻 得知20年前 有个24岁的漂亮小姐姐 在百周年纪念公路的大桥上跳下自杀 原因是她看护不力 导致自己的两个孩子溺死在浴缸中 愧疚自责之下寻了短见 漂亮小姐姐自杀的地点 就是炮灰小哥消失的地方 晚上趁着远黑风高 大丁和三米按措措 来小姐姐自杀的地方查案 言不合兄弟俩又吵了起来 大丁很爱温妈妈 见不得三米拿温妈妈当挡箭牌 给不想猎鬼这件事做借口 争执中却看到了 漂亮小姐姐跳桥自杀的鬼魂 小姐姐的鬼魂不喜欢兄弟俩调查自己 利用停在桥头的汽车冲向了兄弟俩 为了保命 三米和大丁从桥上翻了下去 三米机智的抓住桥的栏杆没有掉到河里 而大丁却掉进河里滚了一身泥 安全逃生的兄弟俩找了一家旅馆 却发现温爹之前就住在这里 三米凭借超高的敲锁技术 潜入温爹包下来的房间 发现墙上全是关于漂亮小姐姐和白蚁女人的资料 原来他们要对付的是白蚁女人的鬼魂 白蚁女人在夏威夷墨西哥等地 都出现在类似的传说中 白蚁女人生前发现丈夫出轨 导致精神错乱杀死了孩子 清醒后感到愧疚而自杀 死后灵魂穿着白衣在公路上游道 遇到出轨的男人便会把他们带走 让他们永远消失在世界上 消除白蚁女人的方式简单粗暴 外国流行土葬 挖出白蚁女人的尸骨 一把火烧干净就不会再作恶了 洗漱完毕的大丁上街解决温饱问题 却被当地警察抓住 警察怀疑公路灵异事故 都是大丁和之前来做调查的温爹干的 并拿出了他们搜到的温爹小本本 另一边 三米找到漂亮小姐姐的丈夫 询问小姐姐的目的 原来那间破屋就是小姐姐生前的家 并告诉了小姐姐丈夫 关于白衣女人的传说 小姐姐的丈夫恼羞成怒 让三米滚蛋 禁局内大丁趁着警员外出 靠着家传撬索绝技 带着温爹的小本本跑路 脱困后的大丁打电话告诉三米 温爹来不及处理这个白衣女人就离开了 并留给了兄弟俩一个坐标为线索 正看着车的三米 忽然看到了漂亮小姐姐出现在车后坐 并强制要求三米送他回家 三米虽然言辞拒绝 但架不住小姐姐是鬼魂不讲道理 小姐姐硬是靠灵魂之力将车开到破屋前 小姐姐表示地方到了 可以杀人了 三米表示 小姐姐你杀人的原则是男人出轨 我没大标你不能杀我呀 白衣女人居然来了个霸王硬上弓 表示一会儿你就会出轨了 小姐姐你这个操作666啊 三米的反抗让小姐姐不干了 管他什么原则 杀你就杀你 还有理由吗 幸好大丁及时赶到 暂时脱离危险的三米立刻踩油门 把车开进了那间破屋里 漂亮小姐姐看着破屋地上 他和孩子的照片 还是想干掉两兄弟 正在危急时刻 两个孩子的鬼魂出现 拉着小姐姐躲入了地下 原来他们站的地方 就是当年小姐姐溺死自己孩子的地方 一物相一物 小孩鬼完身小姐姐 连尸骨都不用烧了 至此 白衣女人事件终于结束 兄弟俩相视而笑 大丁开车送三米回公寓 三米要准备他的入学面试 回到公寓里 三米躺到床上想放松一下 却发现女友竟被钉在天花板上 一股熊熊大火忽然燃烧起来 三米大声呼叫 大丁从门外冲了进来 把三米拖出了公寓 22年前 温妈妈的事件又重现了 这次三米再也不能置身室外了 他决定跟着大丁走上寻找温爹 为温妈妈和女友报仇之路 温家双煞就此开始了兄弟 相依为命的激情大怪之旅 他们还会遇到怎样的鬼怪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吧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 第一季第二第三集 三个旅友在森林中露营 梅云蒂睡前给家人卷发姐发报病含视频 夜深后 三个旅友接连被快速移动的黑影掠走 看来又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呢 温家双煞兄弟俩正朝着温爹 留给他们的坐标出发 该标指向一座栖息着灰熊群的森林 两人假冒身份找到护林员想查问情况 却无打无撞拿到了旅友进山的许可证 复印件和卷发姐家的住址 兄弟俩又假冒护林员来到卷发姐家 小代帝三姐弟相依为命 梅云帝失踪 卷发姐便打算明天亲自进山找人 三米则拷贝了梅云帝的视频 三米依靠技术流 从视频里找到一个可疑的黑影 大丁依靠谷歌搜索 发现每23年就有人在森林中消失 并找到了几十年前失踪案中的幸存男 兄弟俩连夜找到了幸存男 得知做官的东西行动敏捷 力气贼打 伤害也极高 拥有独特喉生和低沉气息 幸存男还向兄弟俩展示了 当年死里逃生时留下的伤痕 大丁决定明天跟着卷发姐进山除掉怪物 三米却发飙 认为大丁夺管闲事 第二天 卷发姐小代帝和雇佣来的老猎兽 汇合了大丁和三米一起进山 大丁在森林里的不专业 让卷发姐戳穿了他假冒的身份 大丁只好向卷发姐坦白 他们两兄弟是来找温爹的 一行人到达温爹留给兄弟俩的坐标地点 发现坐标地点气氛诡异 他们找到了驴友驻扎的营地 全是血迹 三米发现了驴友们被拖走的痕迹 忽然听到有人大叫救命的声音 众人熏着声音跑去却空无一人 等他们再度返回营地 却发现刚才他们留在营地的补给包消失了 这明显是怪物的吊狐狸山之计啊 三米通过观察和对比温爹的小本本 确定这次遇到的怪物是温迪哥血怪 这次他们要对付的是温迪哥 温迪哥这种怪物原本是人 但是冬季来临食物匮乏 鸡肠碌碌之下开始吞噬同类 也就是吃人 全世界的文明都认为 吞噬自己的同类会给自身带来一些超能力 速度 力量 永生 但吃到一定数量 人就会变成温迪哥这种半人半鬼 永远处在饥饿中的怪物 他会冬眠很多年 每当醒来时就会抓人作为储备粮 夜晚的温迪哥比白天的温迪哥更难对付 刀和枪都对他无效 只能用火烧死他 遇到这样么厉害的家伙 却不能向他们解释 三米和大丁只能劝众人离开 老猎人和全方位不理会 坚持要留下找到倒霉地 夜晚降临 大丁在营地周围 划下了抵抗温迪哥入侵的符咒 老猎人嘲笑说 这是坟戒迷信 大爷啊大爷 你的flag简直高高利奇啊 鬼怪剧里 第一个死的多半是信仰科学的 三米对于这群找死的人完全没有好感 并认为大丁是多管闲事 找温迪不就好了 非要打怪 大丁作为好哥哥 自然要开刀弟弟 杀怪本来就是我们的职业啊 找温迪杀怪两不误 还能救人多好啊 忽然白天捧磁的救命声 又传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老猎人开枪打中温迪哥 并作死离开了保护圈 果不其然被温迪哥秒杀 剩下的人留在圈内 只能嘖嘖发抖等待天亮 天亮后 大丁和三米向卷发姐和小呆地 科普了一下这个不科学的世界 并推测 倒霉地没有倒霉透顶 估计被温迪哥做成蜡场 挂在某个洞里 要救到温迪 那就要快 四人在森林中四处搜索 卷发姐和大丁被温迪哥抓走 机智的卷发姐趁机留下线索 引导三米和小呆地 来到温迪哥的老巢 老巢里 三米找到了大丁 小呆地一家三口 也成功团聚 已经救了人 打丁和三米准备带人撤退 没想到温迪哥却回来了 没办法 正面刚不过的兄弟俩 只能并分两路 打丁以蜡场身份 吸引温迪哥注意 三米则护索三姐弟跑路 事实证明 吃火永远对食物多的地方敏感 追上了三米这四条拉长的所在地 正当温迪哥摸摸蹭蹭 咆哮一声 准备对四人发动攻击时 打丁从背后窜出 一个火弹迅速烧死了温迪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发动机能的独条时间太长 容易被人秒杀 却发姐三姐弟获救 兄弟俩解决了温迪哥之后 三米少少认同了大丁 救人找爹的行为 又踏上了他们的狩猎之旅 这天兄弟俩在餐厅吃早餐 大丁在报纸上寻找下一个狩猎对象 他发现威斯康星镇的大湖里 上周淹死了游泳妹 但游泳妹的尸体没找到 这座大湖今年都淹死三个人了 大丁兴致勃勃勃的要去杀怪 三米兴致勃勃勃 一兴致想找温迪 谁让大哥是老大 三米只能服从大丁的要求 兄弟俩开车来到游泳妹家 冒出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员工 调查溺水事件 从游泳妹的爸爸白发大叔 和哥哥炮灰隔口中 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们又来到当地的警局 警长大叔告诉他们 念死人的湖将在六个月后 排干净湖水消失 两人还偶遇了警长大叔的女儿 瘦子姐和外孙小子B 三米认为这次作怪的不是湖怪 通过网络搜索 他发现今年溺死湖中的人中 有一个是瘦子姐的丈夫 而小子B则是溺水事故的幸存者 在事故后患上了创伤后遗症 拒绝和人对话 母子俩现在住在父亲 警长大叔家中 兄弟俩在公园 找到了玩耍的瘦子姐母子俩 大丁通过和小子B聊天画画 从小子B手中 得到一幅画着一栋房子的画 三米开车经过游泳妹家时 听说炮灰哥 无端端溺死在厨房水池中 水池的管道通向大湖 果然是炮灰啊 出场一次就领便当 大丁和三米发现 所有的死者都和湖水有关 而溺死的人 都是白发大叔的亲人 包括瘦子姐的丈夫 大丁和三米找到白发大叔 却被赶走 大丁发现 白发大叔的房子 就是小子B画中的房子 白发大叔不开口 两人只能找小子B了解情况 原来 小子B在溺水事故之后 有了预知和通灵的能力 并对此害怕 大丁用自己在温妈妈死后的心路历程 开导他 最终小子B给了大丁 一幅画着教堂 房子 小男孩 和自行车的画 三米从来不知道 大丁在温妈妈死后 有这么一段痛苦的经历 但大丁却表示 已经没关系了 两人根据图画 找到了一个老妇人 德智画中的小男孩 是他的儿子 世宗男 已经身不见人 死不见是35年了 老妇人为此痛苦了很多年 大丁发现 世宗男和白发大叔 小时候是好友 大丁和三米认为 是白发大叔 把世宗男淹死在大湖里 所以世宗男的灵魂 找白发大叔报仇 先杀死他的亲人 让他感受一下 世宗男母亲 这么多年来 同样的痛苦 这次兄弟俩遇到的是水鬼 水鬼虽然和白衣女人一样 都是灵魂 但却是被人杀死 充满怨气的鬼魂 他会杀掉 谋害自己的凶手 以及凶手的亲人 因为死在水中 所以水就是他的力量源泉 由于找不到尸体 所以烧尸大法 对水鬼不管用 只有到害他的凶手被杀死 水鬼的怨恨才能平息 当兄弟俩返回湖边 去找白发大叔时 白发大叔已经驾船 进入湖心 最终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掀翻船只 死在了湖中心 照理说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两人再次来到警局 小自闭却明显很害怕 抓着大丁寻求保护 大丁向警察大叔 说明他们看到的情况 却被命令离开小镇 大丁和三米假意离开小镇 大丁却担心小自闭 还是偷偷返回 即意外发现 警长大叔和失踪男也是同学 在小自闭的带领下 大丁和三米 在警长大叔家的庭院里 发现了失踪男当年的自行车 警长大叔在兄弟俩的逼问下 承认了当年 他和白发大叔失手淹死了失踪男 为了掩盖罪行 藏起了他的自行车 并将尸体沉到了湖底 小自闭被水鬼的声音吸引到了湖边 大丁三米和警察大叔父女 健壮冲向大湖 只看见小自闭被拖进了湖水中 警察大叔却看到了湖中 冷冷看着他的水鬼失踪男 兄弟俩跳进湖中 却找不到小自闭 警察大叔走进湖水里 哀求失踪男带自己走 放过外孙 最终警察大叔被水鬼拖入湖水中 同一时刻 小自闭被大丁救起 水鬼的灵魂这才得到了安息 事件过后 小自闭恢复了正常 不再拒绝和人交流 数字节母子俩送别大丁和三米 兄弟俩再度启程 不知道他们还会遇到怎样的鬼怪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邪恶力量 第一季第四季 机场中 警察哥患有飞机恐惧症 被一种黑色漂浮的物质 侵入了双眼泪 瞬间像变了一个人 飞机起飞40分钟后 警察哥大力出奇机般 打开了飞机舱门导致飞机失事 乘客遇难 100个人中只幸存了7人 大丁忽然接到电话 是几年前魂家父子帮助过 摆脱恶作巨鬼的原头书打来的 想要拜托大丁 帮忙再读出了一桩超自然事件 原头书在言谈中提到 温爹之前一直夸赞三米读书很厉害 三米没想到 一直冷面的温爹在别人面前 也像个傻爸爸一样会夸赞自己 原头书找到大丁 是因为他家公司的飞机出了事故 看起来是大丁专业范围内的 原头书交给两人 一卷飞机事故时驾驶室的录音 三米索要了乘客名单和资料 而飞机残骸却被运输委员会 看管了起来 无法提供 技术留三米从录音中提取出一段 说着没人能活下来的诡异神音 兄弟俩暂时认为可能是鬼魂作祟 大丁觉得这次鬼魂不专业 明明活了7个人呢 两人找到幸存者之一的精神病难 事故发生时 他离初始的苍门最近 而且事故后 他主动把自己送入了精神病院 同一回见到把自己关进精神病院的 通过精神病难得知 是个有着完全黑色眼睛的男人 打开的苍门 而不是事故报告中的机械故障 黑色眼睛的男人就是紧张男 通过拜访紧张男的妻子 只能确认紧张男是普通人类 没有仇家 恩比的兄弟俩只能面面相去 别无选择之下 兄弟俩只能乔装进入运输委员会 大丁和三米换上了一本正经的西装 出示国家安全部员工的证件后 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飞机残骸保管的地方 兄弟俩穿着西装得瑟的样子 非常中二病呢 大丁拿着自制的电磁场仪器 得意的炫耀是自己手工制作 可以感知电磁灵异常 三米却嘲笑 这玩意儿长得像破烂随身厅 一脸你手工好烂的样子 通过电磁场仪 大丁发现仓门把手有问题 并叫三米刮下一些奇怪的物质 期间大丁顺手把粘到的东西 擦在了三米手上 肯定是为了抱三米嘲笑他手工插得丑 兄弟俩在一次赶在 真正的国家安全部员工到来之前翻墙跑路 只能说逃跑方面 这两兄弟绝对是专业的 另一边 幸存者之一的飞机驾驶员胖子 要进行飞行测试 由于上次的事故 他异常紧张 也被黑色物质侵入了双眼 在飞机飞行40分钟后 胖子故意开着飞机冲向了地面 领了便当 源头书化验三米带回来的物质 说是硫磺 这通常是恶魔附身才会有的物质残留 看来这次是要对付恶魔 恶魔是一种黑色无形态物质 会附身在有焦虑恐惧等 负面情绪的人身上俗称上身 进入人体后 控制人的思维和行动做坏事 收割死亡 也具有毒人性的技能 被恶魔附身后的特点是眼睛全黑 面对用拉丁语读出的胜负的名字会有反应 恶魔也惧怕渗水 脱离人身体后力量会更强大 驱魔只能先把附身解除 然后在恶魔最强大的时候念咒 把他送回地狱 三米通过资料查询 得知灾难的背后都有恶魔在控制 但人之前都没有面对恶魔的经历 都希望温爹在就好了 宝宝们 温爹不在你们就要努力啊 你们可是未来大名鼎鼎的温家双煞呢 大丁得知了胖子的死讯 三米发现近十年来 有六起这击事故都是在起飞四十分钟后出事 而四十在圣经中代表着死亡 根据录音中的信息 这个恶魔还要杀掉所有飞机事故中幸存下来的人 有点像死神来了 为了阻止恶魔再次作恶 兄弟俩必须阻止幸存者登上飞机 其他人都没有飞行计划 只有空姐冷静妹将会达成今晚的飞机 飞机起飞前 大丁哄骗冷静妹不上飞机失败 为了狩猎工作 三米决定只能两人一起坐上这个飞机 却发现大丁也有飞机恐惧症 在飞机上瑟瑟发抖 三米看着紧张的大丁忍不住偷笑 难得看到大丁的窘向 为了对付恶魔 大丁居然贿赂安检员 带了一大瓶渗水上了飞机 牛逼 大丁怀疑冷静妹被恶魔复生 用胜负的名字试探后 不得不承认冷静妹人如其名 精神状态比有飞机恐惧症的大丁 好了几千倍 飞机有些小震动 大丁居然紧张的胡乱念中 三米威胁大丁 再不冷静就等着被恶魔复生吧 等大丁少少冷静后 三米告诉大丁找到了对付恶魔的咒语 对付恶魔分两步 第一步 把恶魔从附身的人身上赶出来 第二步 送恶魔回地狱老家 呃 这步骤我也懂 但是操作性呢 于是大丁在飞机上 拿着电磁长衣开始乱窜 终于发现 副驾驶员就是被恶魔附身的人 在冷静妹的帮助下 副驾驶员被骗入空姐准备室 刚一进去 就被大丁用胶带捂上嘴 一顿乱揍 三米又渗水烧了副驾驶员一身 并堵起了咒语 三人纠缠中 恶魔撕开胶带 对三米说 他知道三米的女优 是怎么痛苦死去的 三米只愣了一瞬 接着拿起温电的小本本 开始念咒语 慌乱中小本本被拆飞 恶魔从副驾驶员的嘴巴里拖出 解除了浮身 一坨黑色的东西 就这样从副驾驶员嘴里吐了出来 哎 好恶心啊 浮身解除后 恶魔直接窜入飞机中 即行破坏 飞机开始失控 三米在一片黑暗和尖叫声中 找回了小本本本 并不断念着让恶魔滚回老家的咒语 而此时的大丁 只能扒住飞机舱壁 惊恐的尖叫 最终恶魔被送回了地狱 飞机又恢复了正常 飞机安全降落 三米对恶魔知道女友的事情耿耿于怀 大丁却说这是恶魔的诡计 飞机恶魔事件结束 告别源头书时 兄弟俩得知 原来父亲的电话开启了留言模式 所有想找温爹的人 只能打电话到大丁的手机 无言的兄弟俩 只能再度开车 踏上旅程 那么他们还会遇到怎样的激情 而不是鬼怪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今天接着为大家讲 温家双煞打怪升级 找爸爸的邪恶力量第五集 这天 三个小萝莉在家玩游戏 非要追求刺激召唤血腥玛丽 结果真的招来了血腥玛丽 小萝莉的爸爸 不幸在厕所镜子面前 被血腥玛丽干掉 眼睛被挖走 流了一滴血 真的是很坑爹的操作了 除了这么奇怪的事情 温家兄弟必然是要赶到场的 兄弟俩先是用小钱钱贿赂尸体看护员 看到了萝莉爸的尸体和尸检报告 随后两人冒充小萝莉爸爸的同事 出现在葬礼上 向小萝莉的姐姐大萝莉套话 大萝莉相信科学 说老爸是中分死的 小萝莉却自责是自己招来了血腥玛丽 打听安慰小萝莉后 和三米偷偷潜入萝莉爸爸死掉的厕所 被尾随而来的大萝莉好友 好奇妹解剖身份后 三米只能坦白自己是来调查灵异事件 并给好奇妹留下了联系电话 看起来像是血腥玛丽作怪 可关于血腥玛丽的传说有50多个版本 一或说玛丽是个女巫 一或说是遇害的新娘 不找到具体是哪一个就搞不定这家伙 这喵喵的就是大海捞针啊 外星的是 所有版本里都指向这个女的叫玛丽 死在镜子前 同志们生命成可贵 取名要慎重啊 兄弟俩就比较不幸了 这个小针的电脑全体当机 只能靠自己的人脑来翻阅纸之资料了 好奇妹打电话给作死姐 分享今天奇遇温家双傻的事 作死姐也是条眼狗之外 还是科学派 为了吓唬对血腥玛丽感到害怕的好奇妹 作死对着镜子大喊散声血腥玛丽 不出意料 作死姐和萝莉爸一样 领取了刚热好的便当 死在了镜子前 三米最近走时做关于女友死亡的噩梦 大丁查遍当地所有的有关镜子 和玛丽的消息一无所获 除了萝莉爸也没有其他类似的事件 刚说完好奇妹就打电话通知了 他们作死姐作死的消息 有好奇妹作内应 大丁和三米潜入作死姐的房间 从作死姐的镜子上 找到了一个隐形的手艺和人名 查资料后发现 这是作死姐以前重死的小男孩 而萝莉爸死前的镜子上 写着萝莉妈的名字 在小镇找不到玛丽 大丁居然搞来一台笔记本 侵入FBI数据库里 找全国死在镜子前的玛丽资料 给大丁打扣哦 最终发现一个叫玛丽的女孩 35年前被人谋杀 死在其他小镇的镜子前 眼睛被挖走 死前在镜子上 按下一个血手印和没写完的人名 找到是谁就好办了 方法一 分分钟烧尸体啊 不过这位玛丽的尸体已经烧掉了 那么方法二 干掉杀她的凶手 平息怨气 嗯 疑似凶手的人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完蛋了 这是一个新品种鬼 消灭方法 有待更新 另一边 好奇妹向罗丽姐科普血腥玛丽 罗丽姐完全不信邪 对着镜子召唤血腥玛丽 结果屁时没有 然而全程围观的好奇妹却怕得要死 血腥玛丽要的就是你害怕啊 分分钟就找上了好奇妹 好奇妹从任何能反光的东西里 都能看到血腥玛丽朝她杀过来 只能打电话找三米求助 并把自己困在家里远离反光的东西 闭上眼睛瑟瑟发抖 大丁和三米开车讨论了半天 发现玛丽的镜子 最近被卖到了罗里巴索在小镇的古董店 又结合一些关于镜子的传说 终于大致确定了他们要对付的家伙是什么 这次对付的血腥玛丽是一个镜鬼 因为死在镜子前 所以灵魂被镜子吸收成为镜鬼 因为玛丽是被人谋杀 所以当她作为血腥玛丽被召唤时 会显身杀掉召唤者身边 内心对人民有愧的人 大概是自以为是能提天行道吧 但是鬼是没有理智的 镜鬼分辨不清 她杀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凶手 比如好奇妹 她跟男友分手 男友受不了就自杀了 好奇妹心中一直认为 自己要对男友的死负责 镜鬼就笼统地认为好奇妹是凶手 该杀 跟鬼是没法讲道理的 鉴于这次是一个镜子鬼 大概把她吸引回最初栖身的镜子 然后打破就能干掉她了吧 兄弟俩安慰好受镜的好奇妹 三米最终决定由自己来召唤血腥玛丽 因为她一直被女友的死所困扰 正好是玛丽的目标 虽然大丁表示反对 但最终扭不过固执的弟弟 兄弟俩趁烟色摸进了古董店 里面全是镜子 简直是血腥玛丽的老巢啊 三米找到了玛丽的镜子进行召唤 大丁却被古董店外的警察召唤了出去 大丁一走 三米一听到古董的动静 就立刻砸周围有嫌疑的镜子 玛丽随后出现在三米面前的镜子中 幸好大丁及时纵犯门外的警察 回来打破了镜子 危机暂时解除 兄弟俩搀扶着想走 结果镜鬼居然从镜框里 像镜子一样爬了出来 兄弟俩被玛丽的定身打发 压制在光滑的地面上摩擦 大丁机智地从手边拉出一面镜子 挡在玛丽的身前 卧槽 玛丽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责怪自己杀掉了很多欺世无辜的人 自己把自己KO掉 变成一滩血消失了 这一波简直神操作666 想起外国传说 打破镜子是会倒霉的 默默吐槽 看来兄弟俩是要倒600年的霉了 血腥玛丽就这么被解决了 兄弟俩告别好奇妹 但是从之前近鬼的话里得知 原来三米在女友死前 就做了她死亡的预知梦 三米责怪自己 没有及时告诉女友 三米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大丁 地空的大丁表示不开森 胸口的三米表示 老哥我能替你死 但我也有隐私了 兄弟俩略过这个话题 在音乐声中再次启程 那么不知道你们 敢不敢对着镜子 叫血腥玛丽呢 反正恐怖片看太多的 我有点怕怕呢 还是跟我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今天戒指为大家讲 温家双煞 打怪升级找爸爸的邪恶力量 第六至第七集 上集我们说到打破镜子要倒霉 果然报应来了 大丁被通缉是杀人犯 事情是这样子的 三米收到原来大学朋友的求助 绿衣妹的大哥被控谋杀了自己的未婚妻 警察有大哥在案发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录像带 而绿衣妹则说大哥一晚上都跟自己在喝酒 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大哥家附近的狗也从案发开始变得暴躁一怒 明显是对灵影事件比较敏感 三米看过案发现场的录像带后 发现到达案发现场的大哥双眼是诡异的白色系瞳孔 当夜路人甲在殴打妻子 结果又一个路人甲进屋 居然有两个路人甲 所以殴打人的路人甲也是假的 两起案子让大丁意识到这绝对是鬼怪猎人的活 兄弟俩怀疑这是变形者在作怪 这集的怪物没什么悬念呢 变形者是一个统称 只带能够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怪物 比如剥皮者狼人等等 这次的变形者从生下来就是人类的形状 但是却丑陋自卑 变形者一般通过目标人物的样貌变形 同时变形过后还能跟目标人物有一定的心灵感应 能够读取目标人物的记忆和思想 总体来说变形后的他们基本没有破绽 唯一跟人类的区别就是他们的眼睛在某一时刻会变成白色 瞳孔缩小如珍惜 大丁通过勘察怪物逃跑的轨迹 发现这个变形者是利用下水道逃跑作案的 并在下水道中找到了一坨皮肉 看来要变形先脱皮啊 对付变形者 只要用银制子弹打爆他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 兄弟俩揣着装好子弹的枪就爬进下水道寻找变形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大丁和三米找到了变形者的老巢 大丁不幸被变形者打伤 三米想要追出去却没赶上 丢失了变形者的踪迹 兄弟俩爬上地面分头追寻变形者 没有任何结果 大丁和三米只能暂时会合 谁知道这个大丁是假的 三米不愧是胸空 虽然变形者有大丁的记忆完全没有破绽 但是三米瞬间认出这是个冒牌货 不过就是被变形者打趴带回了老巢 在老巢清醒过来的三米 只问变形者把大丁带去了哪里 变形者却通过记忆读取 试图用大丁的内心记忆和想法在精神上折磨三米 原来大丁内心就是一个害怕孤独的小孩 最大的梦想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 可是三米却为了梦想离开了 问题也不知原因的离开 大丁的内心认为最终所有人都抛弃了自己 接着变形者无耻地表示 大丁觉得绿衣妹漂亮 所以自己一定要去会会绿衣妹 嗯 逻辑呢 变形者出门了 大丁其实和三米一样也被关在老巢 兄弟搭配干活不累 两人合作挣脱了束缚 这就要去救绿衣妹 另一边 变形者利用大丁的面貌和绿衣妹调情 结果绿衣妹不吃这一套 恼羞成怒的变形者把绿衣妹绑起来打了一顿 还想杀了他 结果被赶到的警察赶走 于是就出现了我开头说的 大丁被只认为罪犯上了头条新闻 话说这个变形者简直就是变态 装成男人的样子 痛揍女人还杀人 这是迄今为止见过的最让人讨厌的怪物了 因为上了头条 大丁不得不和三米分头行尸 三米掩护大丁逃脱警察的追捕后 找到了绿衣妹 刚没暴揍过的绿衣妹居然完好无损 而另一边单独行动去老巢的大丁 却发现了被囚禁的绿衣妹 显然三米身边的绿衣妹是变形者 变形者就这样绑架了三米 又变成大丁的样子 网图用大丁的模样杀死三米 造成兄弟残杀的假象 三米和变形者大战三百回合后不敌 眼看就要被变形者杀死 大丁又及时赶到 两枪打死了变形者 这已经是大丁第一几次及时赶到了呀 反正编剧就是这样写的 简直是助攻小男手嘛 最终死去的变形者 以大丁的身份被警方裁定为 之前相关案件的凶手 并认定已经复发 温家兄弟俩开车启程 三米经过这间大学旧有的事情 意识到自己也许并不适合正常人的生活 大丁却调侃 这种生活蛮有意义的 毕竟很少有人能参加自己的葬礼 这一天 圣姐妹在闺蜜的剑影下 穿着性感去赴男友的约会 两人开车来到偏僻的地方 男友想啪啪 圣姐妹又想拒绝又想答应 结果被刺耳的声音打断 下车查看的男友 就被一个不知名的凶手干掉了 倒挂在树上 被钩子戳死 大丁和三米一直没找到温爹的下落 怀疑温爹故意隐藏踪迹 只好根据哪有怪物 温爹就会在哪的信条 看到了圣姐妹男友死掉的新闻 两人假扮大学兄弟会成员 成功混入圣姐妹所在的大学 并参加了圣姐妹男友的追悼会 主持会议的就是圣姐妹的老爸神父 三米从圣姐妹的口中 混出了当晚具体的情形 兄弟俩每次和美女交谈 都能很快得到情报 颜值果然是大杀气呢 三米把情况告诉大丁后 两人争论 这次的怪物到底是钩子男 还是隐形人 或者是鬼魂呢 不得已 只能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 兄弟俩查到了一个传教士的旧文 他被控谋杀 而他犯罪的地点 就是圣姐妹男友死掉的地方 而且这个传教士 在曾经事故中 失去了一只手 并换上了一个银钩子 兄弟俩来到圣姐妹男友死掉的地方 这次大丁拿出了新式武器 装了盐块的枪 原来以前 Wendy和大丁发现的盐 对鬼关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结果兄弟俩被巡查的警探抓到持枪 一脸委屈地被抓进了警察局 闺蜜怂恿圣姐妹参加女孩聚会 圣姐妹的身父老爸却不同意 圣姐妹和老爸吵完架后回了宿舍 发现闺蜜已经睡了 体贴的圣姐妹没有开灯 摸黑完成了洗漱工作 第二天一早 却发现闺蜜满神是血的死在了床上 枪上还写着一行字 你是不是很庆幸没有开灯 呜 毛骨悚然 毕竟没有正常人往枪里装颜快的 两人被释放 却得知了闺蜜被杀的消息 兄弟俩潜入闺蜜被杀的现场 发现墙上那句话之后 又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符号 这是那个传教士迎钩子上的标志 这下可以确定 这次要对付的是钩子男的鬼魂了 钩子男原来是传教士 因为事故人手变成了钩子 公然反对道德败坏 曾经用钩子删了红灯去食三个妓女 一部分死者死在床上 献血染红了床单 一部分死后被倒掉在树枝上 来显示死者的罪孽 知道是鬼魂那就好办了 找到事故撒上盐 一把火就能烧干净 可奇怪的是 为什么会招来钩子男的鬼魂呢 三米查到了资料 这个镇子多年来 都有反对道德败坏的宗教人士杀人的记录 而犯罪者却坚称自己是被神秘力量控制的 三米认为两个死者都和圣姐妹有关 应该是圣姐妹的神父老爸召唤了钩子男 大丁却认为 可能是钩子男的鬼魂 潜伏在神父老爸压抑的情绪中 而不是故意召唤 看来鬼魂附体这种事情 会找上负面情绪的人比较多呢 大家还是要乐观一点哟 不论如何 当务之急是干掉钩子男 兄弟俩兵分两路 三米去看住圣姐妹妇女俩 大丁干苦差事 挖坟烧尸 大丁终于找到钩子男的坟墓 一边挖坟一边抱怨 下次绝对自己监视美女 三米就可以和圣姐妹聊天 赤裸裸的不公平啊 大丁顺利烧掉了钩子男的尸骨 三米却从圣姐妹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 圣姐妹的神父老爸 居然和已婚妇女搞上了 卧槽 然后圣姐妹就拥抱了三米 还试图交换口水 不是叫圣姐妹吗 放开我家小三米 幸好三米及时打住 神父老爸找圣姐妹回家 结果却被钩子男袭击 三米及时用岩枪击退了钩子男的鬼魂 神父老爸则进了重镇监护室 等到大丁烧尸回来后 三米告诉大丁 他俩都猜错了 钩子男其实潜伏在圣姐妹的情绪里 因为男友想婚前啪啪 闺蜜想带圣姐妹尝试放纵 神父老爸满口仁义道德 却出轨已婚妇女 圣姐妹对此感到压抑和不满 成功让钩子男得到两血半 非常想给这三个人点珠 圣姐妹简直该叫圣母婊啊 人家带你干坏事的时候 你也没拒绝人家啊 按理说 钩子男的尸骨已经烧掉 鬼魂就该不见了呀 三米却提出 钩子也是钩子男的一部分 钩子是钩子男的力量来源 两人必须找到钩子毁掉他 才能彻底干掉钩子男 兄弟俩再次埋头与资料之中 发现钩子男死后 他所有的物品都收藏在 神父老爸的教堂里 钩子也被融成了其他物品 兄弟俩把神父老爸教堂里 和圣姐妹家里 所有银制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丢进了壁炉 忽然 三米发现圣姐妹回了教堂 他忏悔自己 认为是自己召唤了圣经里的复仇天使 钩子男 妈妈咪啊 自己认罪也会被杀啊 达丁再再再再及时赶到 用颜快暂时击退了钩子男 这时三米发现 圣姐妹的吊坠 也是教堂里的银制物品 一把拽下丢给达丁去烧毁 终于在关键时刻 干掉了这个死不了的钩子男 最终 这次的命案又不了了之 兄弟俩依旧要离开 启程上路了 那么他们到底 啥时候能找到爸爸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今天借着为大家讲 温家双杀打官升级 找爸爸的邪恶力量 第八集 这一集一开头 就是一群工人在高党别墅去工作 两个工人吐槽 买不起啊买不起 一个工人不小心掉进了洞里 被一群虫子包围 当他被救上来时 却已经被啃掉了脑子 三米又对练魔生活 要靠赌博和盗杀信用卡 维持基本需求 进行了小型吐槽会 大丁表示 我不care 略过这个日常话题后 兄弟俩讨论起了 工人奇异死亡的案子 认为这是鬼怪作祟 大丁和三米询问过 探索一番后无功而返 只找到了一些假虫 大丁建议找当地人聚餐的地方问一问 顺便可以乘个吃的 兄弟俩冒充想买房子的客户 顺利进入聚会 却被接连误会是一对 两人发现 开发商的儿子小帅哥喜欢虫子 小帅哥和开发商的父子关系不好 让三米想到了温店和自己 大丁发现 之前也有一起工人被虫子杀掉的事故 他们找不到鬼魂的痕迹 这次的世界目前为止都没有头绪 只和虫子有关 当夜 这个高档别墅区的销售经理 在家洗澡时被虫子攻击 死在了家中 嗯 不知道现在说晚不晚 今天也有虫子恐惧症的人拒绝这一击 密密麻麻的虫子有点让人受不了 第二天 得知这个消息的兄弟俩 偷偷翻进了销售经理的家 在事故现场找到了很多蜘蛛 他俩怀疑 是小帅哥控制了虫子来杀人 兄弟俩找到了小帅哥 发现小帅哥只是个爱研究虫子的小男孩 小帅哥告诉兄弟俩 虽然他跟凶爱没有关系 但是根据他的研究发现 最近这片区域的虫子很不对劲 并带他们参观了森林里怪异的昆虫们 Oh my god 前方高能 一坨一坨的蚯蚓纠缠在一起 大丁一高人胆大 从蚯蚓堆里拿出了一个骷髅 于是兄弟俩带着骷髅去找大学 研究当地分所的教授找资料啦 期间 由于小帅哥和父亲的关系不好 三米和大丁争执了一番对于温爹的看法 三米认为温爹一直对自己不满意 逼着自己变成只会狩猎的怪人 可大丁却告诉三米 即使三米离家出走考大学 温爹也会偷偷躲在暗中 时刻注意三米的安全 并没有三米想得那么冷漠 大学教授没有直言 却指点兄弟俩找当地土著人后裔询问 所感念 这次要对付的不是什么怪物 而是一种诅咒 诅咒中借助的是自然的力量 从当地土著人后裔那里得知 发射民安的那片高档别墅区 曾经是某个土著人部落的居住地 白种殖民者侵入 杀光了部落的所有人 部族首领在死之前诅咒 凡是想占领这块土地的白种人 都会被自然之力所排斥 得到的只会是悲惨和死亡 自然之力指的就是昆虫 因为白种殖民者消灭这个部族用了6天 所以自然之力杀人的话 前5天只会陆陆续续死人 第6天将会消灭 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的白人 至于破解方法 5.大丁和三米是一脸懵逼 计算了第一起昆虫杀人事件的时间 今天就是第6天 诅咒没有破解的方法 只能把还留在别墅区的开发商一家人 都带走远离 各种恐怖灵一片的套路就是 不管你说啥 我都不信 我就要作死 这集也是一样 兄弟俩根本劝服不了固执的开发商先生 即使小帅哥帮忙说情也没有用 没等他们争论出结果 虫子大军就出现了 铺天盖地的虫子从四面八方涌来 温家兄弟和开发商一家来不及逃跑 只能躲进房子里 想打电话和手机向外界求助 结果虫子大军 先一步咬断了电线和光缆 为所有人挨到天亮就安全了 为了对付虫子 大丁找到了杀虫剂 虫子很快就冲进了家里 大丁不断喷射杀虫剂 击退一波虫子 诶 国外的杀虫剂居然会喷火耶 好神奇哦 一行五人被逼着躲到了房子的阁楼 大丁杀着虫子 三米想堵住虫子冲破的大洞 开发商也护住妻儿 就这么煎熬了一夜 太阳升起 虫子大军退去 五个人安全活了下来 不得不吐槽 你们躲虫子的时候是半夜12点 才过了几分钟就天亮了 你要逗我呢 不过经过这一场变故 小帅哥缓和了和老爸的关系 三米也有些看开了和温爹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中也是 虽然爸爸可能寡言少语 还对你闲东闲西 但到关键时刻 还是会保护自己孩子的 寻找温爹的旅程又开启了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哦 今天我们来看邪恶力量第九集 这是第一季里我最喜欢的一集 这集的题目叫做回家很温情 三米从噩梦中醒来 这次不再是关于女友 而是一个女人派着窗户呼救 这也让三米很紧张 他发现女人住的房子 是他和大丁小时候的家 三米请求大丁 下一站去他们小时候的家 为了说服大丁 甚至告诉了他 自己会做预知闷的秘密 大丁对于回到失去 温妈妈的房子很低处 那是他内心最柔软 也最痛苦的地方 可抵不住弟弟狗狗眼的攻势 最后还是妥协了 两人回到了老房子 现在房子住的是丹青姐 和他的一双儿女 丹青姐得知兄弟俩 是房子以前的主人后 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并告诉他们房子很好 除了有怪声和灯一闪一闪的 而丹青姐的女儿则告诉三米 她在柜子里会出现 全身都是火焰的东西 回到老房子 兄弟俩的情绪都很激动 甚至争吵了起来 大丁怀念并害怕着老房子 想快点离开 可三米怀疑房子有恶鬼想要救助丹青姐一家 而丹青姐女儿说的东西 可能就是当年杀害妈妈和女友的凶手 最终两人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 想着如何解决房子里的东西 这让大丁不得不回忆起当年火焰滚滚的一幕 三米也是第一次知道 当年是大丁抱着还是婴儿的自己逃出了房子 长胸如腹啊 对于到底杀母仇人是什么东西 兄弟俩都没有头绪 甚至温爹也从来不告诉他们 大丁和三米必须追本树源 一点点挖出当年的情景 三米有些担忧大丁的心理状况 大丁表面说着没事 转头就避开三米打电话给温爹的手机 留言说自己和三米回了家 老房子有特殊情况 希望温爹能出现 拿着电话的大丁眼眶湿润 语气哽咽 神情是从未有过的脆弱和无助 这样的大丁真的好让人心疼 仿佛还是二十几年前 刚刚失去温妈妈的无助小男孩 兄弟俩向温爹以前的邻居打听二十年前的情况 通过温爹的小本本 找到了温爹认识的通灵师黑大妈 黑大妈就是当年指点温爹 走上鬼怪猎人之路的人 黑人大概自带种族天赋 黑大妈可爱幽默 时不时还diss一下小痞子似的大丁 另一边 老房子也在不断发生着怪事 工人通水管时 被不知名的东西搅断了手臂 但季节幼小的儿子 被奇怪的力量关在冰冷的冰箱里 大丁和三米领着黑大妈回到了老房子 大丁拿出了鬼魂探测器 被有通灵能力的黑大妈 第四不专业 小时候的婴儿房就是黑暗力量的来源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房子里面做怪的不是杀死我妈妈的东西 黑大妈指出 现在房子里不是一个东西 而是很多奇怪力量聚集了起来 他们都是冲着温家人来的 这么多年来 温家人能够遇到各种鬼怪 就是当年那个神秘力量给他们留下了气息 导致鬼怪们闻讯而来 而这座老房子也不例外 现在他吸引了一个恶鬼 这次占领温家老房子的 主要是一只邪恶的恶鬼 但和老房子没有缘缘 就谈不上找尸骨或者平息怨气 黑大妈此刻显示出了他的专业性 他提供了很多素材 使唤大丁做出了驱魔包 只要把这些驱魔包放在房子的各个角落 就能把恶鬼连同那些其他的力量都杀死 老房子就能完全干净了 夜晚 黑大妈把单亲姐一家送出了房子 三人需要把驱魔包打洞放进墙壁里 那些奇怪的力量 必然不会放过想要他们命的人 在三人放着驱魔包时想杀死他们 黑大妈和大丁都安全躲过 三米却若鸡死的差点被干掉 幸好大丁及时赶到 哇哦 这是大丁第N次救下他亲亲小弟的命了 哥哥万岁 放置好驱魔包后 果然房子里涌出一片白光 不再有奇怪的动静 虽然好像去除了奇怪的力量 但是三米还是不放心 带着大丁在老房子门前首页 不出所料 三米恶门中的场景出现 大丁救出了单亲姐 跑到楼下时 三米对女孩说出了当年 我妈妈出事时 温爹对大丁说的话 三米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温爹的性格 越像像的父子才越会吵得厉害 三米却被恶鬼抓住了 大丁紧张万分的冲进房子救三米 三米被恶鬼折磨得不轻 正当此时 那个浑身火焰的东西出现 大丁以为是恶鬼 谁知却是温妈妈的鬼魂 大丁怀念的看着温妈妈温柔的脸庞 温妈妈也温柔的呼唤大丁和三米的名字 只是三米第一次见到除了照片以外的温妈妈 最终温妈妈对着三米说了一声对不起 为保护三米和大丁怼上了恶鬼 救了自己的孩子 温妈妈以自己的灵魂摧毁了恶鬼 老房子彻底安全了 黑大姐指出 三米有感应鬼魂的能力 却无法解释原因 最终兄弟俩告别了黑大姐 离开了这个令人伤感的地方 黑大姐回到自己的家 自言自语 三米有着强大的力量 却无法感应自己的父亲 一转身 温爹赫然坐在黑大姐家的沙发上 温爹没有主动去找兄弟俩 他不能现身 只是默默旋转自己的婚戒 明明他那么爱他 真是令人疑惑 聚集到这里 温爹终于打了照面 那么他在黑大姐家有何目的 而兄弟俩还得打多少怪 才能正式和爸爸相见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今天我们两集连看 邪恶力量第10到11集 话说兄弟俩问了很多 温爹认识的人都没有温爹的下落 三米都怀疑温爹在某个小角落挂掉了 两兄弟快要起争执时 大丁的手机却接到了一个坐标 温爹的老把戏 大丁根据坐标找到了当地的新闻 一个警察巡逻过一家废弃的收容所后 下班回家就杀妻后自杀了 温爹的小本本里也专门标记了这个收容所 曾经发生过多次名案 三米对于温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 大丁却告诉三米 这如果是温爹的要求 他绝对会执行 不打折扣 看来大丁除了地空外 难道还是跌空 大丁和三米演了一场戏 从自杀警察的搭档那里得到了很多消息 警察的死果然不是自杀 八天两人潜入废弃的收容所里探查 这所收容所其实是一家精神病院 之前关于命案的消息 都指向收容所里南向的房子 似乎进去过的人都会发疯 最后死亡 在空旷无人的收容所里 大丁一边查探 一边打去三米看病鬼魂的感应装置 三米一本正经的反驳 自己只是会做预知梦 这时大丁的鬼魂探测器也没有反应 大概鬼魂们白天都不显身 除了一些恐怖的医疗器械 和一块医生名牌之外 两人没有其他收获 于是三米冒充需要精神治疗的病人 向当年收容所院长的医生儿子 掏取了跟收容所有关的消息 原来在很久之前收容所发生过骚乱 病人们暴动 甚至有些人的尸体都没有找到 包括当时收容所的院长 自那以后收容所变废弃了 死了人尸体却没找到 意味着收容所里有一群鬼魂 一群啊 之前都是一个一个对付的 这个数量有点怕怕呢 之前白天一无所获 兄弟俩只能决定晚上再去探查 夜晚兄弟俩还没到收容所 一对爱作死的小轻侣 就来收容所玩起了冒险游戏 必然喜闻乐见 遇鬼啦 大丁和三米终于到了收容所 夜晚果然不同于白天 鬼魂探测器的红灯就没有熄灭过 so can ne 最近这几集 鬼怪的品种都没有更新 都是鬼魂 对付鬼魂我们只有老一套啦 找到鬼魂们的尸体 一把火烧个干净 只不过这次对付的是有精神病的鬼 比一般的鬼估计还要不按套路出牌 兄弟俩摸索了一番 三米发现这里的鬼魂 貌似没有攻击的倾向 两人遇到了作死情侣中的小姐姐 大丁只好带着小姐姐和三米 冰封两路去找作死小哥哥 没有妹子缘的三米 找到了被鬼吓晕的作死小哥哥 而大丁这边 作死小姐姐被鬼关进了房间 三米闻声赶来 劝小姐姐别害怕 听鬼魂在说啥 鬼魂给出了一个房间号码 于是三米负责把作死小情侣送出收容所 而大丁则去找房间 大丁找到了当年院长的日记本 发现收容所的院长 居然利用病人们做脑部实验 想要靠释放病人的愤怒来治病 结果完脱了 被愤怒的病人干掉了 此时三米发现收容所被封闭了 出不去 刚巧大丁打电话来求助 去地下室帮忙 三米就把装着烟筷的枪 留给小情侣去找大丁 话说这是第一次在有鬼的片子里 看到手机能打通诶 果不其然 其实这是院长鬼魂的把戏 三米随后就被院长的鬼魂控制 释放了自己的愤怒 三米被控制后 用盐枪设计大丁 大丁简单粗暴 一拳就让三米见了周公 之后 单独行动的大丁 找到了地下室里 院长当年做人体实验的秘密房间 院长失踪的尸体就藏在柜子里 大丁在尸体上撒上盐 泼上油 只等点火烧熟就可以吃了 咳咳咳 说错了 随着院长的尸体被点燃 他的灵魂也随之变成了灰烬 三米也恢复了清醒 兄弟俩送别做死小情侣 三米为之前被控制的事情 向大丁道歉 好哥哥大丁自然说不在意 两人熬了一夜 现在只想回宾馆睡觉 呼呼大睡钟 手机响了 三米接起电话 失踪了六个月的温爹 终于主动联系上了兄弟俩 三米接到温爹的电话 很是激动 一个劲的问爸爸在哪儿 结果一呛热情 换来的是温爹的一盆冷水 温爹已经有了 杀害温妈妈凶手的信息 但是为了保证兄弟俩的安全 拒绝和兄弟俩碰头 并且还强硬地 给他们布置面杀鬼怪的任务 大丁听到温爹的吩咐 虽然也很想帮助温爹找凶手 但还是乖乖记下了温爹 告诉他们这次任务的信息 并立刻出发前去任务地点 而三米觉得温爹专制不讲理 他才不去猎鬼怪 他决定找到温爹干掉凶手 并吐槽大丁是温爹的应生虫 两人大吵一架 这是他们从第一集以来 最大的一次争吵 最终结果就是两人分道扬镳 大丁听从温爹的线索去杀怪 三米独自上路去找温爹 一名兄弟俩都很想对方留在自己身边 吵完也想给对方打电话 但就是谁也不能先开口示弱 虐虐虐 大丁来到温爹给的地址 这次的案子是每年同一天 都有一对夫妇在同一条路失踪 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今年的夫妇失踪日快要来临 大丁在夫妇们失踪的路边 发现一片果园 鬼魂探测器对这里的反应特别强烈 果园里有一个恐怖的稻草人 草人上有一块戴纹身的人皮 似乎之前的夫妇失踪都是跟这个稻草人有关 大丁和镇上的善良小姐姐搭话 得知小姐姐是来这个镇子投靠舅舅舅妈的 镇子周围的农庄果园都慢慢消失 只有这个小镇跟受过祝福似的一直很安稳 大丁在小镇的餐馆里发现一堆路过的小夫妻 估计这就是这一次将要受害的小两口了 大丁试图委婉地搭讪 告诉他们这个小镇很可疑 结果被小夫妻认为是变态 餐厅老板也叫来了警察 把大丁赶出了小镇 大丁这个时候无比怀念三米那张纯洁幼稚的脸啊 至少比自己的可信度高多了 另一边独自上路的三米两次巧合遇到金发妹梅格 两人投机地聊了起来 发现两人都是受不了家人的招衡和压迫而离家出走的 三米可算是找到了知音 到了晚上 大丁又偷偷摸摸撞回了小镇 正好赶上稻草人要杀白天遇见的小夫妻 大丁怼上了稻草人 护着小夫妻安全离开 确定是稻草人作祟的大丁 终于打电话给三米讨论这次到底是什么怪 并且扭扭捏捏坦白自己需要三米 兄弟俩都为之前吵架的事情向对方道歉 大丁甚至表扬了三米 能够有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 大丁带着对稻草人的疑惑找到了一个教授 结合自己的猜想 终于搞清楚了这次遇到的是什么怪 这个稻草人不是鬼魂 而是异教神 北欧神族宛乐神 能够保佑当地的农业繁荣 信徒需要在田地里住见宛乐神的雕像 每年提供一男一女作为火人祭品 献祭给宛乐神做祭祀 宛乐神的形象就是一个稻草人 他的力量来自于神木 只要烧掉神木 大概就能消灭这个异教神了 大丁刚从教授这里得到宛乐神的消息 就被小镇的警察咋晕了 原来这个镇子上的所有人都是宛乐神的信徒 昨晚的献祭没有成功 宛乐神发怒了 为了平息神的怒火 小镇的居民们决定把大丁给献祭了 还却一个女的咋办 给大丁讲过小镇情况的善良小姐姐 就被舅舅舅妈推出来成为了祭品 面对善良小姐姐的质问 舅妈还道貌黯然的说是为了神明 呸 这时三米赶到了不对劲 怕是哥哥遇到了危险 拒绝了梅哥的挽留 毅然踏上了寻歌之路 大丁从善良小姐姐口中知道了神木就在果园里 更巧两人也被绑在了果园中 夜晚降临 大丁还是没找到逃走的办法 幸好三米及时赶到 救下了大丁和善良小姐姐 这次终于是三米即时赶到啦 居然还是偷了一辆车才赶来的 为了哥哥 正值得小三米都学坏了呢 这时稻草人已经复活 三人立刻就要逃跑 却被居民们为主 善良小姐姐的舅舅 却被稻草人从身后袭击 率先成了祭品 丢马你不是觉得为神牺牲很伟大吗 您自个儿牺牲去吧 有了祭品 大丁三米和善良小姐姐总算是安全了 天亮后 兄弟俩毁掉了果园里的神木 希望以后这样的邪教神 不会再来祸害人命了 那一边 三米在路上遇见的梅格 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 而是一个恶魔 而梅格的父亲赫然 就是杀害为妈妈和女友的凶手 一个恶魔 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恶魔 而梅格还会和兄弟俩擦出怎样的火花 会在本集的后半段揭晓哦 敬请期待 今天我们继续两集连看 邪恶力量第12到13集 这集一开场 兄弟俩就在用高压电对付怪物 结果大丁和怪物都站在同一片水中 电死怪物的同时 也把自己打了进去 大丁的心脏遭受严重损伤住院 只有几周的寿命了 三米不能接受哥哥就这样死去 到处翻找能够拯救大丁的方法 不论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 通过温爹的朋友 三米带着大丁找到据说能治愈各种疾病的医生 结果是建设在拉尼地里的神父信仰 大丁毫不留情的吐槽 却在碰见一个美女姐姐之后改变了态度 果然是要死都不忘了妹啊 这里的瞎子神父向信众宣扬 相信上帝就能获得治愈 大丁这种见惯了鬼怪 却没见过上帝的人对这种信仰持之以逼 却被瞎子神父选中治疗疾病 神父将手放在大丁的头上 在信众的祷告词下 大丁摔倒在地 居然真的把他的心脏损伤治好了 大丁在视线模糊中 看到了瞎子神父身边有一个恐怖的身影 三米沉浸在哥哥被治愈的喜悦中 大丁却觉得事情不对劲 因为在大丁治愈的同时 有一个健康的运动员死于心脏疾病 兄弟俩兵分两路 大丁向神父套话 发现神父之前也生过重病 通过向上帝祈祷就避遇了 还拥有了治愈别人的能力 而三米也查询到运动员的情况 发现果然有毛病 运动员死的时候 他的钟表也停止在了他死亡的时刻 大丁顺便也得知了 美女姐姐有脑瘤 除了神父 没有人能救他 有人死去 是一命换命的治愈方法 三米对此感到很抱歉 但还是对于治愈大丁这件事情 感到不后悔 兄弟俩讨论 这次大概面对的不是鬼 而是死神呢 兄弟俩赶到瞎着神父的会场 大丁负责拖延神父施法的时间 三米则潜入神父家里找资料 三米在神父家找到了记录 召唤死神方法的笔记本 和之前的替死鬼简报 而会场里 这次被选中治愈的是美女姐姐 替死鬼则是一直不相信神父的炮灰 大丁虽然很想美女姐姐能治愈 但因为自己的职责 只能捣乱了会场 同时也发现 罗姨死神的并不是瞎子神父 而是神父的妻子 坏大妈 由于治愈中断 神父还要重新对美女姐姐进行治疗 坏大妈把发现自己身份的大丁 选择了下一个提死鬼 好在三米通过笔记本 找到了这次要对付的死神的资料了 这次的死神是塔罗牌上的死神 塔罗牌可以追溯到公元早期 配魔法师用骨头和人血制造黑暗祭坛 捕获死神 去使死神为自己杀人 死神能够停止时间 只有接近死亡的人才能见到死神 破解的方法就是破坏祭坛 毁掉笔咒 解放死神 夜晚降临 兄弟俩再次分工 三米找坏大妈 大丁则负责吸引别人的注意 大丁引开了众人 却遭遇了死神 幸好三米及时赶到祭坛 破坏了大妈的笔咒 救了大丁一命 之前都是大丁救三米 这两次都是三米救大丁 感人感人 被解放的死神 必然不会放过奴役自己的人 刚被释放 就把坏大妈一波带走了 虽然死神事件结束 但大丁还是闷闷不乐 毕竟自己活下来 是靠别人的命 而美女姐姐 却因为死神走了 没法活下去 不过美女姐姐 毕竟只有一级西风 乐观地看到大丁 最终让大丁放下了心头大石 这天 兄弟俩又在讨论下一站去呢 大丁忽然收到 以前恋人的电话求助 这个恋人不得了 大丁甚至违背家族原则 告诉过他自己是猎鬼的 这让三明很生气 因为他和女友谈了一年半 都对自己的家族事业 手口如瓶 大丁的恋人黑美人 他父亲的朋友 以及父亲 接连死于翻车车祸 明明车上有被撞击的痕迹 可车道上却只有一辆车的痕迹 死者门圣妾还说过 有可怕的黑色卡车跟踪自己 被警察最终认定是意外 黑美人怀疑可能是鬼魂作怪 当初黑美人以为 大丁说自己是鬼怪恋人 是胡说八道 可遇到这种事情 还是想起了大丁 兄弟俩询问情况时 遇到了黑美人的母亲 一个白人 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这次死去的是 黑美人父亲的另一个朋友 目前死者都是黑人 死在同一路段 黑美人想封锁事故路段 而镇长却不同意 毕竟这是小镇 唯一出入的主干道 黑美人执意 镇长是种族歧视 因为死的都是黑人 而不在意 可镇长却略有深意地说 黑美人的母亲 会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兄弟俩为装成保险公司职员 向死者的同事套话 是否见过黑色卡车 却得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黑人们被黑色大卡车带走 死无音讯 而那时是镇上居民 对黑人最不友好的时代 黑人命不知千 连警察都不会认真调查 黑人的死活 虽然灵异事故很严肃 但三米还是很八卦 大丁和黑美人 当年大丁爱黑美人横生 深道告知了自己的身份 结果黑美人以为 大丁胡说八道 就把大丁给甩了 小伙子们啊 谈恋爱也是不能乱说话的 不然容易NTR 晚上 大丁找黑美人 正经是没谈多久 为了当年分手的事 又吵了起来 让人相爱 结果因为误会分开 现在误会解开 居然迅速为爱鼓掌了 一夜过去 白人镇长却领了便当 打破了受害者 全是黑人的惯例 而且也不是死在公路上 三米和大丁这才发现 这件事 包括以前的黑人失踪案 貌似和上世纪 六十年大失踪的 拽拽哥有关 此时黑美人 在家看到了那辆灵异恐怖的黑色卡车 吓得立刻向大丁求助 兄弟俩及时赶来 黑色卡车消失了 在大丁的逼问下 黑美人的母亲说出了往事 当年黑美人妈妈跟白人 拽拽哥分手 选择了黑美人的黑人爸爸 拽拽哥迁怒于所有黑人 用大卡车杀掉黑人 黑美人父母原本想要结婚 定下日子和教堂 拽拽哥就在婚期那天在教堂放火 谁知黑美人父母最终还是决定私奔 没有去教堂 可是在教堂里的唱尸般儿童全部被烧死 之后的拽拽哥变本加厉 想要打死黑美人爸爸却被反杀 尸体被黑美人爸爸以及朋友 塞进了黑色大卡车 推入了沼泽毁石灭迹 而镇长当年找到了黑美人爸爸杀人的证据 却因为之前拽拽哥的所作所为 放过了黑美人爸爸 这次还是一个幽灵 附身于黑色卡车的拽拽哥 镇长之前增盖沼泽 惊动了拽拽哥沉睡在沼泽的灵魂 幽灵的对付方法还是老一套 撒烟然后烧掉所有跟灵魂有关的东西 兄弟俩挖出了沼泽里的卡车和拽拽哥的尸体 想要一把火烧干净 结果完全没用 大丁被黑色卡车追杀 三米通过电话指挥大丁 停在了当年被烧毁的教堂土地上 大卡车撞向大丁 最终消失于无形 原来教堂的土地是神圣的 哪怕教堂被损坏 但神圣性质是不可破坏的 所有的幽灵都会被神圣进化 当然 这个属性在大丁逃命的时候 三米还不确定 现在大丁逃过一劫 三米验证了这个说法 大丁的心情可想而知 你呀拿我命做实验 幽灵卡车事故解决了 虽然黑妹人和大丁旧情复燃 但还是分手了 毕竟我们大丁 还是要跟三米在一起烈焰 呸 烈魔大 兄弟俩再一次驾车离开 继续他们的故事 今天我们继续连看邪恶力量 第一季第14到16集 好说三米的预知闷功能再次上线 问见了一个悲剧男在车里 被神秘力量杀死 醒来后立刻催促大丁 去车赶到事发地 却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大丁之前还安慰三米 只是做了恶梦 三米这次对陌生人也产生了预知 大丁也被震惊了 既然是神秘力量 那就归兄弟俩管 两人这次伪装成牧师参加葬礼 只是从男人的妻子原谅阿姨 和儿子惨白地的口中 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和地皮 也没有鬼怪出没的痕迹 晚上三米忽然头疼欲裂 居然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 看到悲剧男的弟弟 被下拉式窗户 斩头杀死 三米对自己拥有 预知能力的事情 感到困惑和恐惧 悲剧男弟弟 果真如预知的领了盒饭 三米估计悲剧男家族 受到了诅咒 自嘲温家也受到了诅咒 大丁反驳 温家只是倒霉了一点 兄弟俩再次伪装成牧师 向悲剧男的儿子 残白地套话 发现残白地 对一家子以前住过的老房子 感到害怕 大丁和三米找到 悲剧男家族以前住的老房子 得知 残白地有个悲惨的童年 悲剧男和悲剧男弟弟 整天家暴残白地 难怪残白地那么瘦弱 残白地的亲生母亲已经死去 元脸阿姨是后妈 在残白地遭受痛苦的时候 冷眼旁观 这时三米再次头疼欲裂 这次他预知了残白地 居然隔空控制刀子 杀死了元脸阿姨 报复他当年的冷漠 报复杀人 而不是变态杀人 结果残白地发现了 大丁藏着防身的手枪 用超能力夺走了手枪 撞晕了元脸阿姨 三米用嘴炮 让残白地冷静下来 和自己聊聊 残白地从小生活在暴力中 成天担惊受怕 就是不久之前 还被悲剧男毒打了一顿 无法摆脱被打的阴影 叹花间 三米得知了残白地母亲的死亡时间 地点 以及方式和温妈妈一模一样 这让三米非常震惊和激动 而残白地获得控制物体的超能力 和三米获得预知能力的时间 也都是在半年前 残白地虽然和三米聊得很好 但还是把三米关在了衣柜里 又书柜堵住了柜门 执意要杀掉元脸阿姨 三米在衣柜里再次预知 残白地会杀了大丁 三米可不能接受亲爱的哥哥被杀 居然大爆发 用意念移开了书柜 及时阻止了残白地 残白地没有杀人成功 也无法摆脱被家暴的阴影 就自杀了 残白地的成长和死亡 让三米感到悲伤 他也感激温甸 没有像悲剧男一样 三米告诉大丁 自己除了预知能力之外 还爆发了一年控制 这让三米很是焦虑 觉得自己是怪物 大丁却说 有自己在 三米才不会变成怪物呢 大丁表面上完全不在意 但在三米看不见的地方 却露出了担心的神情 有诡异案件的地方 就有温家兄弟 兄弟俩来到一个小镇 伪装成警察 探查人员失踪事件 目击者是一个小镇态 大丁居然和小镇态聊电影 特别起劲 通过小镇态的叙述 一个壮害被奇怪的东西 从彻底拖走了 三米怀疑是鬼魂抓人 两人准备去旅馆休息 在大丁上厕所的片刻 三米居然失踪了 弟弟的失踪 让大丁很焦急 最后只得以 周际警察的身份 求助当地警察局 蓝眼女警接受了这个案子 在查询三米资料的同时 居然还搜出来 大丁是杀人犯的信息 幸好大丁伪装了姓名 才没有暴露 大丁和蓝眼女警调取了监控 发现了可疑车牌 这次的事件 可能跟鬼怪没有关系 另一边 三米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笼子里 也发现了隔壁 就是之前失踪的壮汉 而他们貌似被人囚禁在了 一个农村里 关押他们的不是鬼怪 而是人类 大丁和蓝眼女警 顺着监控得到的信息 开车追查可疑车辆 女警戳破了大丁的假身份 想要抓捕大丁 自己小时候 三年前失踪的弟弟 最后答应大丁先找到三米 之后再算账 三米这边正积极自救 忽然 关着壮汉的笼子门打开了 明显是个陷阱啊 壮汉却还是逃跑了 虽然壮汉找到了一把刀子防身 但还是在渔夜里 被变态家族 像打猎一样杀死了 这时女警看着车找到了农场 把大丁靠在车上后 堵字进村查案 却被貌似柔弱的变态罗里忽悠 让变态老爹打晕 关键的笼子 大丁利用开锁技能解开手铐 赶在变态家族到来之前躲了起来 大丁趁机找到了 关着三米和女警的地方 发现了很多以前失踪人口的车子 也包括女警失踪弟弟的 为了打开关三米的笼子 大丁潜入变态家族的房子 发现失踪人口身上的物品和器官 就像是战利品一样摆在架子上 挂在墙上的照片 全是变态家族和死去人的合影 就像是猎人和死去猎物的合影 这家人简直疯了 偷钥匙的大丁对变态家族发现 一笔不过三被绑了起来 原来变态家族的传统 就是以猎杀人类为乐 掌握他人生死和绝望的眼神 变态老爹逼迫大丁选择 变态家族的下本恋物 三米还是女警 变态家族最终决定 直接在笼子里杀掉三米 然后放出女警进行猎杀 不过此时三米已经机智地打开了笼子 等变态兄一进门就反杀打晕 变态老爹和变态弟来笼子这边看情况 也被三米和女警一一打倒 变态老爹得知蓝眼女警的弟弟 也被他们当过猎物后 刺激起了女警 反被激怒的女警打死了 最终蓝眼女警联系了警局 三米和大丁却在警察到来之前开溜了 大丁宠妮警告三米 以后不许随便失踪 这两次虽然都没有出现鬼怪 但却更让人不寒而栗 毕竟人心才是最难琢磨的 一个靓丽女郎被诡异的影子杀死在家中 兄弟俩这次伪装成报警器公司人员 进入了女死者家里 家里一切完好 除了女死者被撕成碎片 大丁开启鬼魂探测器 这次果然是鬼怪所为 通过和一个女警的调情交流 大丁得知女死者的心脏被挖走了 大丁利用黑胶带 把死者留下的血迹连接起来 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 话说大丁在这一集 是充分展现了他的撩妹本性 撩女警 撩女死者酒吧同事 三米脸上则是大写的嫌弃 除了女死者 之前还有一个同样死法的男死者 不过两人没有任何联系 此时三米忽然发现了 之前遇见的恶魔梅格 不知道梅格真实身份的三米 热情地和梅格叙旧 还留了联络方式 大丁机智地看穿了三米想撩妹 结果三米却说 自己是怀疑梅格有猫腻 小三米你的眼睛正好 有点浮黑哟 三米让大丁查奇怪符号的来源 和梅格的资料 自己则去监视梅格 关于梅格 大丁没有查到什么 但女死者家里的符号 很快有了头绪 这次的神秘影子来源于 索罗亚斯德教 那个符号代表着暗黑魔王 这种魔鬼会吃掉人身体的各个部位 真的很像野兽呢 但这次的对手看来很棘手 讲完正事 大丁又调侃三米和梅格 结果三米监视梅格的举动 被路人认为是变态吃汗 反映 梅格外出 三米跟踪 发现梅格在仓库通过金贝和人对话 原来梅格就是召唤暗黑魔王的人 与此同时 大丁发现两个死者 都是出生在温妈妈死去的城市 兄弟俩觉得 要把这个跟温妈妈死亡有关的线索 发给温爹 兄弟俩准备充分 把所有可以对付恶魔的工具带上 万分紧张 认为多年的报酬生涯即将结束 三米甚至畅想报酬结束 可以继续回学校读书 而大丁小男孩的一面却展现了出来 他有些害怕 结束之后 三米就要离开夜晚 兄弟俩一起来到仓库对付梅格 梅格却早一步发现了大丁和三米 暗黑魔王以影子的形式袭击了大丁和三米 原来梅格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三米上当 以兄弟俩的安危引温爹现身 不过都这么紧张的时刻了 梅格居然还想上了三米 趁梅格大意 三米推开梅格摧毁了祭坛 失去了召唤力量的暗黑魔王 瞬间要反噬梅格 把梅格推下了仓库 当兄弟俩安全回到旅馆时 见到了赶来的温爹 温爹对两人谈论了一下杀死温妈妈的恶魔 三人很快和好 只是温馨时刻没有多久 暗黑魔王忽然又袭击了三人 原来梅格刚才摔下仓库夹次 就是为了骗温爹现身 父子三人被虐了一番后 三米忽然意识到暗黑魔王就是脱颖 则机智地拿出光棒驱散了黑暗 三人终于趁机逃跑 消灭恶魔的方法尚未找到 温爹还是坚持和兄弟俩分开 故事至此 兄弟俩终于找到了温爹 可真正团聚的日子似乎还未来临 到底怎样才能打扮恶魔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哦 今天的放送是邪恶力量 第一季十七十八集 每天都说一样的开头好无聊呗 大家来给我设计一些花式打招呼怎么样呢 话说上集温家双煞找到了温爹 却又分开 接下来就看温家兄弟如何打官升级了 毕竟升级后才能真正怼上恶魔呀 几个尊死小伙伴鬼屋探险 结果遇上了上吊鬼 开车的大丁看到睡着的三米 于是幼稚地搞恶作剧 三米被下行后很无奈 这次两兄弟就是为了鬼屋的事情而来 询问了那几个作死小伙伴后 一致表示是飞机头带他们去的 飞机头告诉兄弟俩 那间鬼屋是一个农场主的 为了度过饥饿时期 农场主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们后自杀了 鬼魂就这样被困在了房子里 没有头绪的大丁和三米来到鬼屋查探 鬼魂探测器被电线干扰不起作用 屋内全是奇怪的符号 还是新喷上去的 兄弟俩还在屋里 发现了两个自称驱鬼专家的豆臂 豆臂们开了一个鬼魂网站 还嘲笑问家兄弟是业余的 兄弟俩查了各种资料 都没发现飞机头描述的农场主 而大丁坐进汽车想要开车时 却被巨大的音量吓了一跳 三米一一脸嘚瑟 原来这是三米对大丁之前恶作剧的回敬 夜晚又有人不幸挟来鬼屋探险 果然送上一血 这回真的是鬼屋发生命案了 鬼屋被警察封锁 大丁机智地陷害同样来查探的驱鬼豆臂 迎走警察 兄弟俩顺利进入鬼屋 却也真的遇到了鬼 眼快对这个鬼魂居然没起作用 兄弟俩只能仓皇逃跑 回到宾馆后 三米抱怨 这个鬼魂的模样和之前听说的传说 好像不太一样 而鬼魂网站则又更新了鬼屋的传说 新的传说更符合他们遭遇到的鬼 大丁一直觉得鬼屋内的符号眼熟 终于找到了答案 一个约队的标志 兄弟俩找到了飞机头 逼迫他说了实话 原来根本不存在什么农场主的传说 鬼屋最初只是飞机头和表面的恶作剧 用来吓呼作死小伙伴 然而现在却真的死了人 飞机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查探还在继续 大丁和三米的恶作剧比赛也在继续 大丁偷偷往三米的衣服里倒了痒痒粉 邪过早的三米穿上后浑身发痒 三米则在大丁喝的啤酒瓶上涂了胶水 大丁的手就粘在了瓶子上 几乎把手上的皮蹭掉了 才把瓶子取了下来 痒痒的三米还是首先找到了 这次对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鬼屋墙上有很多符号 其中有一个是西藏的灵魂应急 这个应急像放大镜一样 能够聚集冥想思维的力量 把思想里的东西变成现实存在 鬼屋的故事被驱鬼逗逼们放上了网站 这个符号也被放了上去 网站上浏览的网民对着符号 想象鬼屋的鬼魂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终于把鬼屋的鬼魂给实体化了 所以这个鬼魂的形态 会随着网民的想法改变 一旦这种思维创造了实体出现 实体就能独立存活 下架网站没办法解决问题 听起来好牛逼哦 年手的大丁则想到了解决这个脑洞鬼魂的方法 但忽悠去鬼逗逼说 农场主是用枪自杀的 所以害怕手枪 消灭农场主鬼魂的方法 就是用手枪射击他 去鬼逗逼们果然把这个方法写上了网站 夜晚再次降临 兄弟俩想用枪干掉农场主鬼魂 去鬼逗逼们也来了 但手枪却根本没用 原来服务器垮了 人们没看到消灭的方法 所以灵魂印记的消灭方法 没能更新成功 一番搏斗后 大丁烧毁了鬼屋 鬼故事的发源地毁灭了 没想到灵魂印记的思想也被消除了 虾米感叹 不知道他们之前猎杀的鬼怪 有多少只是因为人们相信才存在的 果然思想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啊 这天温爹给了兄弟俩一个地址 两人急匆匆赶去 虽然报纸上这个小镇没有任何奇怪的报道 但兄弟俩发现 即使在放学时分 镇子上也没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耍 原来这个地方的孩子们得了传染病 所以孩子多数都待在了家里 兄弟俩伪装成疾病控制中心派来的医生 混进了医院 从二科主治医生口中得知 生病的孩子原本以为是感冒 结果却发现免疫系统瘫痪 孩子们奄奄一息 萨米发现这种病只在孩子间传播 并且孩子房间的窗户都被莫名其妙地打开了 兄弟俩趁家长没回家之前 潜入了一个孩子的房间 在窗户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手掌印 大丁望着掌印进入了回忆 大丁小时候和温爹 竟遇到过这次的鬼怪 回忆里 小小的大丁很懂事 照顾小萨米 听温爹的话 防御鬼怪 萨米追问 为什么当初没干掉这个鬼怪 大丁却回避这个问题 兄弟俩入住旅馆 招待他们的是一个小震态 也要照顾弟弟吃饭 大丁再次陷入回忆 小时候的大丁照顾萨米 小萨米虽然挑剔晚饭 却也会体贴哥哥 不得不说 小时候的大丁和萨米真可爱 尤其是小萨米 体贴生气的哥哥是最可爱了 这次的鬼怪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女巫 传说追溯到古罗马 虽然女巫可以吸取任何人的灵魂之力 但更喜欢小孩子的生命力 他们不吸食灵魂之力时 喜欢伪装成人类 通常伪装成老女人 他们吸食灵魂之力的时候 是最脆弱的 当他们吸食的刹那 用金或起伏的银蛋或铅蛋 就能杀了他 一夜过去 旅馆小正太的弟弟也生病了 大丁和难过的小正太聊天 小正太说 照顾弟弟是自己的责任 怪自己没把窗户关好 弟弟才生病的 大丁坚定地表示 一定要杀掉那个女巫 此时萨米在图书馆里 找到女巫的资料 发现每15至20年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并且从几十年的照片上 发现了儿科医生的脸 原来医治医治孩子们的主治医生 就是他们要找的女巫 为了杀死这个女巫 大丁想用小正太做诱饵 萨米反对 大丁却说出了他一直逃避的往事 回忆中 当年的大丁也只是个孩子 照顾更小的萨米 也会累和厌烦 大丁趁着萨米熟睡之后 出门打游戏放松 回来却发现 女巫正在吸食萨米的灵魂之力 正在发烂时 温爹出现打跑的女巫 温爹抱着萨米 对大丁露出了失望冷漠的眼神 温爹指责大丁 没有听自己的话好好照顾萨米 大丁无言语对 从那以后 大丁再也没有违反过温爹的话 对萨米也很愧疚 一直把萨米的安全 当作自己最大的责任 原来这就是大丁递控 并且从不对温爹的指令说不的原因 大丁和萨米把女巫的真相 告诉了小真太 小真太虽然犹豫害怕 但最终为了救弟弟 答应做诱饵 萨米向大丁道歉 以前不该说他是温爹的隐身虫 大丁怎么会怪萨米 一笑而过 夜晚 兄弟俩在房间装了摄像 小真太装熟睡 引来了女巫 正当他要吸食小真太的灵魂之力时 小真太一个翻身躲进了床底 大丁和萨米及时赶到对女巫开枪 谁知女巫装死 想要吸食三米的灵魂之力 大丁终于做到了当年没做到的事 杀死了女巫 拯救了弟弟 镇子上生病的孩子 都因为女巫死亡 散去了灵魂之力而恢复了健康 兄弟俩告别小真太 再次携手开启了旅程 今天我们来看邪恶力量19到20集哦 话说一对倒霉夫妻买了一副全家服油画 欣赏玩艺术的夫妻俩 也想搞一下人体医术 结果夫妻双双把家还 被剃刀割脖子回了老家天堂 而油画上的地中海大叔 却诡异的动了起来 此时大丁在酒吧里冒充心探抛妹子 三米在这么嘈杂的环境里 还认真找着灵异事件 学霸就是学霸啊 很快根据温爹的小本本和一张报纸 找到了倒霉夫妻的死讯 以及之前类似的三起谋杀 相比较灵异案件 大丁明显更加想抛妞 夜疯狂后才开始正式敞探 三米搜索了倒霉夫妻的房子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所有房子里的艺术品都被拉去拍卖了 嘻哈风格的兄弟俩 明显和高雅的艺术格格不入 三米却吸引了拍卖商女儿 大严姐姐 看着貌似和大严姐姐看对眼的三米 大丁发挥吃货本色 看八卦 结果没说两句 就被拍卖商赶走了 兄弟俩住进了从未住过的华丽分旅馆 三米想谈论案情 大丁却怂恿三米出卖色相 从大严姐姐那里掏出拍卖品的资料 三米就这样成功约上了大严姐姐 两人吃饭互换心事 最终三米带着资料回了旅馆 通过资料和文蝶小本本的对比 兄弟俩锁定全家福油画是一幅被诅咒的话 深夜 理所地潜入拍卖场偷出油画 来到空地一把火烧掉 可他们不知道 随着油画的燃烧 油画又重新回到了拍卖场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要离开 大丁却说自己的钱包落在了拍卖场 其实大丁谋划 因三米会拍卖场 再见大严姐姐一面 三米倒因此发现油画回来了 两人找到当地的资料保管局 一位热心大叔告诉他们 全家福里的地中海大叔原来是个理发师 用剃刀杀了全家 资料里展示了全家福油画的照片 三米发现了地中海大叔的状态 和他们看到的食物不一样 怀疑是地中海大叔的鬼魂在作祟 两人明明聊着正事 大丁却总是调侃大严姐姐和三米的关系 三米觉得大丁很烦人 大丁却说希望三米能走出死去女友的阴影 为了油画 三米还是得和大严姐姐来往 却得知油画已经被人买走了 兄弟俩赶到麦主家 也遇到了觉得室友蹊跷赶来的大严姐姐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麦主已经被割喉至死 大严姐姐被吓了一跳后 很快接受了这个不科学的世界 隔天三人重新回到麦主家 从画里找到了线索 指向墓地 在墓地的房子里 只有地中海大叔妻子和儿女的骨灰 以及玩具陪葬品 地中海大叔因为杀人 被单独葬在了公墓 趁着大丁找资料的时机 三米向大严姐姐表示有好感 但他又害怕 身边的女人会因为自己受到伤害 拒绝了大严姐姐在一起的请求 兄弟俩挖出了地中海大叔的尸体 烧干净以后赶去买主家 想把油画也偷出来买掉 结果却发现 画中地中海大叔的养女不见了 同样不见的 还有画中的剃刀 一阵诡异的女孩笑声传来 把三米和大严姐姐 看来一直搞事情的是画中的小女孩鬼 当年的谋杀案 并不是地中海大叔杀了全家 而是小女孩用剃刀割断了 养母和兄弟的脖子 地中海大叔发现是小女孩干的 于是杀掉了小女孩 却被认为是谋杀案的罪魁祸首 在他杀了养母一家之前 小女孩还杀掉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地中海大叔的鬼魂在花里动来动去 一直看着小女孩 就是为了提醒别人小心 结果却被误以为是凶手呢 小女孩尸体虽然被烧了 但是头发被做成陪葬洋娃娃 所以兄弟俩现在要做的 是烧掉陪葬的洋娃娃 大丁敢去屋地烧娃娃 三米和大严姐姐 则在屋子里和小女孩的鬼魂做斗争 最终大丁敢在小女孩鬼魂 下杀手之前烧光了洋娃娃 小女孩的身影回到了话中 三米和大严姐姐保住一命 这句简直是萝莉控的毒鸡汤啊 小萝莉个个不能小觑 全是厉害的角色呢 事情解决 三米和大丁就要离开 可昨晚刚经历过生死的三米 不再压抑自己 勇敢地稳住了大严姐姐 不远处的大丁用 我家的猪终于会啃白菜的眼神 欣慰地感慨了一句 That's my boy 一个老头在酒吧里盯着报纸写写画画 却在一拨人进入酒吧后 脸色大变 转头就失去了身影 老头唧唧慢慢躲回了家里 酒吧里的那群人却赶在老头到家之前 侵入老头家 看着老头家屋内的陈设 明显这也是一个鬼怪猎人 老头匆忙拿着一把珍藏的枪 却不敌被杀 枪也被为首的长发姐抢走 兄弟俩正真真金金地 坐在茶餐厅里搜索灵异事件 没有什么发现 说起了老头被杀的事件 大丁在听到老头的名字后 觉得很熟悉 迅速从温爹小本本里 找到了对应的人 两人开车找到了老头的家 搜索一番后 确定了老头鬼怪猎人的身份 发现了装着枪的空枪盒 以及老头死之前留下的讯息 因为讯息方式和温爹 大丁以前留给兄弟俩的很相似 大丁和三明很快破译出 这是邮箱号码 找到相应的邮箱 取出老头留下的一封信 居然是留给温爹的 说草草草草草就到 大丁正在犹豫要不要拆信的时候 温爹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原来这个老头曾经是温爹的好友 但两人闹崩了 所以大丁和三明都不知道 这个老头的存在 温爹在 就可以振大光明的看信了 很着急的问兄弟俩 是不是在老头家看到 一把古董左轮枪 这把古董枪明显对温爹很重要 可他并没有给兄弟俩解释 只让兄弟俩跟着自己去杀怪 原来杀死老头的那群人是吸血鬼 在温爹的认知里 十字架不能击败他们 阳光晒不死他们 树桩插心脏也杀不死他们 但吸血鬼是血 靠吸人血生存却是真的 吸血鬼以前是人 所以很好的伪装躲在人群中 不被轻易发现 他们攻击人时会露出獠牙 把人抓走带回自己的老巢放血喝 吸血鬼们虽然不怕阳光 但还是习惯白天睡觉野玩熟练 死人的鲜血可以让吸血鬼中毒 杀掉吸血鬼的唯一方法 就是把他们的头砍下 这说着呢 吸血鬼已经袭击了一对倒霉夫妻 严重怀疑编剧对夫妻不友好 这一记倒霉夫妻太多了 温爹得知了倒霉夫妻的消息 大半夜的教习兄弟俩出发打怪 此时吸血鬼们在老巢里循欢作乐 调戏掠回来的倒霉夫妻 丈夫被吸血鬼咬死杀掉 妻子却被长发姐转发成了吸血鬼 长发姐向卷发哥邀功 她杀了老头抢了一把战利品枪 卷发哥摸着枪 感觉这是一把不同寻常的枪 这辈子三米却不满意 温爹总是发好失灵 和温爹吵了起来 两人从温爹不告诉兄弟俩 老头的枪到底多重要 吵到之前三米离家出走 在大丁强硬的劝输下 温爹和三米各自气鼓鼓的回了自己的车 感觉大丁特别像夹在媳妇三米 和婆婆温爹中的无辜丈夫呢 父子三人找到了吸血鬼老巢 一条自动化的武器存放箱 写大丁和三米的装备 嗯一言难尽 正在装备武器的温爹犹豫了一下 还是告诉了兄弟俩那把鼓动枪的来历 1835年哈雷彗星来的那一年 神秘大佬制作了一把有13发子弹 可以杀死世界上所有灵异鬼怪的枪 对于温爹来说 这把枪意味着可以杀死恶魔 为温妈妈报仇 趁着白天父子三人潜入吸血鬼老巢 温爹透枪 两兄弟就被吸血鬼关着的人质 三米想要解救倒霉气 却不想倒霉气已经被转化 尖叫着警示吵醒了吸血鬼 三人仓皇逃跑 吸血鬼记住了他们的气味 夜晚才会来追杀他们 大丁被温爹派去殡仪馆偷死人血 留在旅馆的温爹 却和三米心平气和的对话起来 温妈妈死之前 温爹过着普通的日子 为大丁和三米都开设了一个大学基金账户 可温妈妈死后 温爹接触到的世界却永远充满了鬼怪 温爹对兄弟俩的教育和心理状态都不care 更多的是关心如何让兄弟俩平安的活下去 所以他像教官一样训练兄弟俩 听着温爹难得的心理自白 三米和温爹和解 还问他大学基金账户最后怎么样了 温爹表示 你和你哥的那五千多块 全被我用来买武器了 夜晚来临 长发姐带着小弟怼上了大丁 还亲我们大丁 不要脸 大意之下 小弟被砍头杀掉 长发姐则被温爹用沾了死人血的剑舌种 当了人质 吸血鬼是团结的种族 长发姐被绑架 卷发哥带着人去追踪温爹 大丁和三米潜入吸血鬼的老巢 杀掉了留守的吸血鬼 解救人质 卷发哥一行很快追赶上了温爹 温爹用长发姐换回了古董枪 却被卷发哥和长发姐合力打晕 大丁和三米及时赶到和吸血鬼们打坐一团 卷发哥挟持了三米 却又反被醒来的温爹一枪爆头 这把古董左轮枪 真的能够只用一个子弹对付鬼怪 剩余的吸血鬼四散逃跑 经过这次战斗 温爹终于同意兄弟俩和自己一起 去猎杀那个杀死温妈妈和三米女友的恶魔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到这里 邪恶力量第一季的故事已经进入尾声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第一季的大结局吧 今天终于迎来邪恶力量第一季的大结局啦 本集一开场 梅格就进了教堂 牧师认出梅格是恶魔后 迅速跑入地下室 想用武器对付梅格 却被秒杀 梅格想利用牧师之死 引出温爹一家 温爹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恶魔的一切 都分享给了兄弟俩 恶魔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来祸害人家 被伤害的人家里都有一个满六个月的婴儿 恶魔是冲着婴儿来的 可具体恶魔想要这些婴儿做什么 温爹至今也没查出来 迄今为止 温爹总结出恶魔出现的征兆 发生事故的房子一周前 周围会出现身口死亡 气温波动 电子风暴等异动 温妈妈和三米女友死前一周也有同样的异动 最近这些异动又出现了 父子三人找到了异动发生的地点 想要在恶魔作恶之前干掉他 赶路中 温爹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得知牧师被恶魔杀死的消息 温爹怀疑恶魔已经知道 父子三人快要找到他了 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刻 温爹和兄弟俩兵分两路 在医院里找婴儿出生记录 希望尽快找到下一个受害的家庭 虽然语气很坚定 但温爹明显对有人被杀的消息 感到伤心和愤怒 父子三人都是一个套路 假冒身份掏取医院资料 刚搜集完资料的三米走在路上 再次出现头疼的症状和预知 顺着预知信息里的线索 找到了那个即将受害的家庭所在地 果然有一个一周后 就买六个月的婴儿 回到旅馆后 三米完整地预知了 恶魔杀害女人的过程 大丁解释 三米的预知最初只是做梦 现在变成随时出现 三米认为越靠近恶魔 他预知的东西就越清晰 温爹指责兄弟 没有及时告诉他这个情况 大丁却指责温爹 他们各种尝试给温爹电话 不论是三米的预知 还是大丁曾经病死 可温爹从来不接 吐槽周六和彩都比温爹接电话的频率高 正说着话 三米接到了梅格的电话 梅格要求和温爹对话 梅格杀了温爹的另一个好友 威胁温爹交出古董左轮枪 如果不交出来 梅格就要把跟温爹有关系的人通通杀掉 温爹答应了梅格的要求 温爹的作战计划是 带着假枪拖延梅格 而兄弟俩留下来对付当年的恶魔 大丁从古董店买来古董假枪 要温爹保证自己会安全归来 温爹把古董枪交给了兄弟俩 温爹的嘱咐让人感觉 兄弟俩真正走上了有能力猎杀鬼怪的道路 朝着温家双杀的称号又进了一步 温爹提早赶到约定的地点 并偷偷布置好了对付恶魔的机关 和梅格的会面并不愉快 梅格还带了个帮手 帮手用枪设计梅格 认证出温爹带来的是假枪 梅格非常生气 打算把气撒在温爹头上 温爹机制地跑路 并用之前准备的渗水机关拦住了梅格 却最终还是被梅格和帮手抓住 另一边 大丁和三米守在即将发生事故的房子前 随着异动现象的出现 兄弟俩预感到大事不妙冲进了房子里 虽然被屋主误会 却还是及时救下了屋主的妻子 和六个月大的婴儿 三米在黑暗中也看到了恶魔的真面目 一双黄色的眼睛 三米射击黄眼恶魔却没打中 随着熊熊大火的诡异燃起 最终三米被大丁拦在了屋外 只能看着大火中黄眼恶魔离去 回到宾馆 三米很自责不能及时杀掉黄眼恶魔 兄弟俩打温爹的电话却被梅格接起 让人脸色大变 大丁和三米得知温爹被抓的消息 立刻离开居住的旅馆 两人必须想出一个计划拯救温爹 闹得不愉快 但对兄弟俩还是很友好 鲍比叔研究恶魔很久 甚至有很多困住恶魔的资料和符咒 鲍比叔告诉兄弟俩 往年一年内最多出现四个恶魔 可今年以来 他已经听说有27个恶魔在人间活动 越来越多的恶魔出现 原因不明 只能说宝分雨即将来临 梅格忽然出现在鲍比叔家 要求兄弟俩交出真正的古董枪 结果兄弟俩早就在鲍比叔家的天花板上 画上了困住恶魔的符咒 成功捕获梅格 鲍比叔告知 不能伤害梅格的肉体 因为恶魔是附身 附身的肉体还是人类 鲍比叔提供了驱魔咒 三米负责念咒 让梅格感到痛苦 可梅格还在说着自己杀害温爹的过程 这些话彻底激怒了大丁 大丁暴躁到了极点 分分钟想要撕裂梅格 梅格也终于说出 温爹其实被关在了一众大楼里 大丁让三米念咒送梅格回地狱 鲍比叔及时阻止 梅格附身的肉体在大楼摔下去时就坏了 梅格附身才让肉体能够活下去 可大丁还是坚持让三米念咒 把梅格送回了地狱 真正的女孩苏醒感谢了兄弟俩 梅格用他的身体做了很多坏事 可他的身体也到了极限 告诉兄弟俩温爹的大正位之后 安静地死去了 鲍比叔给了兄弟俩一本驱魔书 送别他们去救温爹 三米以学霸的技能阅读驱魔书 大丁难得安静地准备武器 可是兄弟俩却为了带不带古董枪 吵了起来 大丁想带着枪救出温爹 而三米却想把枪和剩下的三发子弹 留给黄眼恶魔 因为温爹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相比较杀死黄眼恶魔 大丁更希望温爹和三米都安全活下来 而三米却和温爹一样 愿意牺牲自己达到报酬的目的 大丁勉强同意把古董枪留在后备箱 由辅助守护 兄弟俩顺着线索找到了温爹所在的大楼 三米又活紧掉开了无辜居民 防止他们被恶魔附身 让人偷了消防员的衣服潜入大楼 跟着灵魂探测器 找到了关押温爹的房间 用渗水和盐困住了看守的恶魔 救出了被五花大绑 手机灭胆的温爹 这时恶魔又附身了别人来对付父子三人 大丁和三米被恶魔揍得毫无反手之力 关键时刻 大丁掏出古董左轮枪 一枪奔了狂揍三米的恶魔 原来大丁还是悄悄把枪带在了身上 可这一枪不仅杀了恶魔 也杀掉了被恶魔附身的人 大丁带着三米和温爹逃到了一处小屋 三米用盐帮着恶魔入侵 话说大丁对于杀人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 他有些害怕 能够毫不犹豫杀掉梅格和恶魔 而不顾人类生命的自己 也担心温爹生气自己用子弹杀了一个小恶魔 温爹却说 其实大丁一直在保护这个家 并没有因为大丁浪费一颗子弹而升起 正说着 屋里的灯光闪烁 恶魔们好像追了过来 大丁掉开三米 向大丁索要枪 大丁却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眼前的温爹 根本不是真正的温爹 而被附身了 大丁举枪瞄准了温爹 一回来的三米面对哥哥和父亲的对峙 只犹豫了一瞬 便站在了大丁一边 果然 温爹被黄眼恶魔附身 黄眼恶魔一下子控制住了大丁和三米 黄眼恶魔是大恶魔 圣水对他不起作用 原来黄眼恶魔是梅哥的父亲 也是被大丁一枪打死的小恶魔的父亲 黄眼恶魔作为反派 十分遵守反派定则 定要在成功之际对着主角 刀逼刀 黄眼恶魔挑拨零件地告诉大丁 温爹最爱的孩子是三米 大丁根本没有什么地位 并要出手杀了大丁 温爹却依靠自己的毅力 暂时压制了黄眼恶魔 给三米和大丁留下了喘息的时间 三米一个打滚拿到了古董枪 指着温爹 黄眼恶魔再次控制了主动拳 威胁用枪射击自己 温爹也会死 三米却机智地用子弹打伤了温爹的腿 黄眼恶魔一下子探导在地 三米先问过大丁的安危 再检查温爹 温爹却忽然醒过来说 黄眼恶魔还没死 要求三米用子弹射击自己的心脏 大丁在一边求三米不要这么做 温爹强硬地要求三米开枪 然而三米还是下不了手 温爹的口中突出一团黑气 黄眼恶魔逃之遥遥 温爹失望愤怒地躺在地上 大丁却安心温爹没有死 三米驾车带着受伤的温爹和大丁去医院 在车上 温爹和三米为错过这次 杀黄眼恶魔的机会争执起来 话没说完 也辆大卡车撞上了父子三人的轿车 大卡车司机的眼睛是全黑的 这是被恶魔附身的人 而父子三人昏在轿车里 满头鲜血 生死不知 so kind 第一集就到此结束了 温家父子到底能不能活下来 我们死机会杀了他们吗 想要看下一集的小伙伴 请按赞留言告诉我们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